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传道书六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一样先讲完 我们再做一个归纳整理 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说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 重压在人身上 一样的 我见日光之下 它表达的是我有一个观察 那这件事情是邪恶的 是祸患 是不好的 那当然我们接着下去读听众或读者 也会感受到确实 而且我们不想要承认的是 真的有这件事了 真的有这种事情 而且它也是我们心里的困惑 只是传道者 最后它对我们生命的深处 最害怕最想避免的答案 它把我们讲出来 就是人蒙神赐他之才 丰富尊荣 好不好 不仅钱是神赐的 而且还很丰富 你还得尊荣 大家仰慕你 这样的人生好不好 好啊 那么一致他心里所愿的 一样都不缺 心想事成 他想要的都有了 那这样的人满不满足 应当是很满足 只是呢 这里说 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 他说有个状况 这个人很有钱 很受人景仰 但是他所拥有的这些 他没有办法持用 没有办法享受他呀 凡有外人来持用 这是虚空 也是祸患 这个也是我们内心的 那个不甘心跟害怕 就说拥有 但是我却没办法用他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是有的 我也讲说 好比怎么样呢 我们这一生努力工作 赚钱 对不对 终于孩子长大了 我们也建立了家业 对不对 有自己的产业 工作了 那么多年退休了 哎呀 我们可以享受人生 身体健康检查 发现 糟糕了 我们三高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医生就吩咐说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因为你长期压力 你有胃溃疡 然后怎么样 我列出来的清单 就是你只能吃青州小菜 我心里面就很不甘心 我努力了这一辈子 结果我不能用它 我享受不到 享用不到 出国去玩吗 去爬山吗 哎呀 膝盖不行了 体力不好了 哎 出国有时差 调不过来了 我们也感慨 确实我们也认同 哎 真的有这种事 神使他不能吃用 这是我们拥有 但是用不到 拥有 用不到 也是虚恐 也是祸患 所以这里 其实要强调什么呢 我们昨天 在13到17节 那里讲到一个概念 那里讲到说 你拥有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把握 你一定能够 这个享用它 就是说 财富不能给你所有的保障和满足 你拥有了 但是你会失去 这里讲的是 你真的拥有 你没有失去 但你不能用 前面讲的是 你拥有 你会失去 因为祸患 或者因为死亡 你会失去 这里他告诉你 不仅如此 你拥有 你真的也有 神给你 但是你没办法 享用它 一样是虚空的 第三节 人若生一百个儿子 子孙满堂 活许多岁数 长命百岁 以致他的年日甚多 但问题是什么 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 意思是 心不得因为他拥有的 这些福乐而满足的意思 就心里面不知足 又不得埋葬 不得埋葬是 他长生不老 他长命百岁 据我说 那不到其而落的胎 比他倒好 就是这个怀孕 还没出生 没出生前 就落了胎了 胎死腹中了 那因为虚虚而来 暗暗而去 名字被黑暗遮笔 就没有人知道他 没有这个虚虚而来 暗暗而去 再代表这个 这个生命还没成行 也不被纪念 并且没有见过田允 也毫无知觉 这胎比那人 倒想安息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在某种层面上 我们在某些时刻 我们还真的认同 他在讲这个人 他子孙很多 长命百岁 可是他不得满足 你可以去想象 那个状态 就是他一直 觉得他还不够 就一直觉得缺乏 你有没有见过 很有钱 可是他整天在抱怨 他不够 整天在闲东闲西 一直在觉得 他这个不够多 那个不够好 可是他明明拥有很多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有啊 就是我们啊 各位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啊 我们都以为自己很少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其实 相对来说 我们是非常的富有 瑞士信贷 他每一年都有一个 财富资料报告书 他提到啊 如果我们的总财富 有十一万 大概十万十一万 也就是说你的动产不动产 假设你有一台车 你的财富就超过 世界一般的人口 如果呢 你的总财富 有两百多万 两百二十四万 你就是前百分之十的 有钱人 各位弟兄姐妹也明白吗 假设你有一栋房子 你的财富 你就是前百分之十的 有钱人 全世界有三十五亿的人 他们在分享 百分之二点七的财富 只有百分之零点七的人 就千分之七的人 却享有世界上 百分之四十六的财富 也就是说 最前端的 这些大富豪 他们是极少数的人 而我们大部分的人 会是在整体平均的 有钱人当中 可是我们却不断的抱怨 我们不够 对不对 我们不知足 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 住得更好 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 过得更好 传道者告诉我们 他说 这样啊 我们的心 一直在不知足的里面 你就是活得再久 你仍然是虚空的 你仍然很痛苦 你就像没有的人一样嘛 你拥有了 你看不到你的拥有 因为我们不知足 昨天第五章 十到十二节讲到 不知足的人 财务加征 没有益处 这里提到的是 三到九节提到的 不知足的人 就算是长命百岁 也没有益处 活得再久 也没有益处 因为你这一辈子 都在嫌你不够 那接着继续讲 第六节 那人虽然活千年 再活千年 活再久一点吧 几乎不会死了 却不享福 就是比这个马图撒拉 还多活一辈了 怎么样呢 却不享福 众人岂不都归 一个地方去嘛 你活再久 你不知足 你仍然觉得 你一直活在缺乏当中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 抱怨 我们所得的太少 第七节 人的劳碌都为口腹 就是我们一生的劳碌 就为了吃喝嘛 为了身体的需要嘛 想要享福 想要享乐嘛 但是如果心里不知足 其实人都是不知足的 那这个人的不知足 会让你拥有的 变得没有意义 变成虚空 你拥有了 你还是不满足嘛 那你拥有这个 并不能够让你的人生 更完满 更喜乐 这样看来 智慧人比愚命人 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从前面 这样看下来 意思是说 如果前面讲 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 人都会死 人都会死 那智慧人 比愚命人 有什么长处 智慧人 还多了一些仇烦 因为你知道多一些事 多一些牵挂 多一些操烦 你也没有长处 穷人 在众人面前 知道如何行 有什么长处呢 穷人在众人面前 知道如何行 也就是说 一个穷困的人 他努力的 想要成为富有的人 但是他心里面不知足 他一直想要更多 想要更多 真的让他变成一个富有的人 OK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说白手起家 哎呀 穷人 我们就努力的去学 怎么赚钱 怎么低桶金 怎么投资 对不对 那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这个前提就在讨论不知足 那他努力的 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 他找到方法 他显出他的智慧 然后努力的得着财富 可是他不知足 他努力的得着财富 他不知足 所以使得他的心 一直在不满足里面 这样的人看起来是有智慧 可是他比愚昧人 有什么长处呢 因为你一样是在痛苦里面 你的拥有并不能让你的人生满足 反而加征酬烦 那有什么长处 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得到好 这里如果你加上一个虽然的虽 虽然眼睛所看到的比心里妄想得到好 就是说你真正看得到 总比你在那边幻想好 好像好一点 你拥有这些财富 比你想象你有财富好一点 但是呢 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他在这里要勾勒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你如果不知足 你就是长命百岁 你也没有益处的 我们到这里做一个小归纳 也就是说五章十节一直到六章的九节 它其实是一个平行对称的结构 最外边五章十到十二节讲的是 不知足的话 财务加征没有益处 那么刚刚三到六节告诉我们 不知足呢 你长命百岁没有益处 所以你不知足的话 你物质加添也好 你就算长命百岁也好 你也没有益处 再往内一层呢 是五章十三到十七节说 你拥有 你的拥有会失去的 它不能够真正成为你的救赎 跟保障 那么六章一二节告诉我们 你拥有 看起来没有失去 但是你不一定想用得到 你可能没有办法用它 这也是虚空 中间呢 就是这整个段落要表达的 就是在五章十八到二十节那里说的 敬虔 而且知足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敬虔 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 在我们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说了 第一个大段落 是从第一章一节 一直到六章的九节 不过呢 也有一些是分到十二节 第十节到十二节 是一个成先起后的段落 我们先进来经文里面 他说先前所有的 早已起了名 并知道何为人 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 何本的翻译我们没有看太懂 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了 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是早已命定了的 我们知道人无法跟比他强大的抗辩 比他强大的指的是上帝了 意思是说 人无从更改过去 面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人是没办法改变 先前所有的已经起了名 而且人应当知道 人自己的本相 人的本质 人的本相是不能够跟上帝相争的 你抵挡不了上帝的 就是说 过去的事情 你应当看清楚 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人是没有办法来跟上帝的主权来相争的 十一节 加征虚服的事记多 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 加征虚服的事指的是 前面说 人不能够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 你面对上帝 你在那边跟他争辩 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把意思翻译出来 他说 你越抗辩 越觉得无益 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这里要表达 你如果不能够满意 不能够接受 你就好像去跟神抗辩 但是你没有办法防害神什么事情 没有任何的好处 没有任何的益处 你只能接受过去的事情 上帝已经决定了事情 你不能够改变 你人类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的历史 你只能接受 舍结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 就如影而经过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 在日光之下 有什么事呢 这里呈先起后要带出来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人不知道 第一个大段后 再讲人的可怜 人一生牢牢陆陆 想要去抓取安全感 传道者告诉我们 都是虚恐 第二个部分 要开始带进来的主题是 人是有限的 人并不知道 你就是穷就你一生 去研究去了解 你不知道 前面讲 过去的事情 人没有能力改变 未来的事情 你不知道 你不能够掌握 所以第六章的十到十二节 是一个呈先起后 一方面也对一到六章 有一个回应 一个小节 这些发生的事 有很多是困惑 是无奈的 你没有办法与神抗辩 而且你的一生 人的一生 如影而经过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 就是人不知道 到底什么 才是对自己最好 有钱好 还是没钱好呢 我们当然说 有钱啊有钱 可是前面他已经告诉你 你有钱 却没办法用 反而是一个悲哀 有钱 却让你成为愚昧 是一个悲哀 所以 他在反复的提出 很多很多 现实的状况 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人生应当怎么过 如果没有从上帝永恒的眼光来看 我们真的不知道 怎么好好的过 在世上的日子 我们没有那个智慧 我们对过去的事情 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对未来的事情 一无所知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三年前 谁知道会有一场瘟疫呢 谁知道会有 俄乌的战争 这么大的通膨呢 谁知道 谁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上帝知道 有上帝智慧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 在这个世界上 好好的生活 所以他说 谁能告诉他 身后 就是死后 在日光之下 有什么事呢 我们死了之后 将来 我们能够控制什么吗 不能的 我们的子子孙孙 将来的年日 他们的生活 将来是怎么样的 一个光景 我们不知道 人太有限了 所以第一个部分 一到六章 就是要带出来 人真的可怜 人需要知道 人的本相 不要过度的膨胀 我们越以为 我们可以掌控一切 其实是最愚昧的人 而是被蒙蔽的 最严重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 从神来的智慧 我们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好好过日子 我们一直以为 拥有就幸福 岂不知 当我们拥有的时候 却败坏了我们 当我们没有 从神而来的智慧 不管享乐 我们也不知足 贫穷 我们也苦 拥有 我们却得了败坏 我们 其实是 知道我们可以明白 传道者 他的 哭口破心 他真的就是要把 人生的限制 人生的无奈 人生的可怜 很深刻具体的 赤裸裸的 呈现在世人面前 其实是一个邀请 你在日光之下 你如果没有上帝 没有从永恒的眼光来看 你是没有办法知道 什么才是对你最好 但是相反的 我们有神的智慧 我们在看我们的孩子 当孩子拥有的时候 我们为他高兴 可是呢 当上帝 把一些东西拿走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是神在修剪他们 这也对他们是好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了 从上帝来的眼光跟智慧 我们真的 不是去在乎 拥有或失去 想不想乐这个概念 我们真的知道 什么对我们生命最好 我们知道 要积财宝在天上 这世上的都会过去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人人都有一死 死亡率是100% 你会死 我会死 有神眼光的 有上帝智慧的 他的百姓 我们知道 要将眼光 要将我们一生的劳碌 定睛在日光之上 定睛在永恒 求神帮助我们 透过对于 日光之下生活的 无助无望 对一切的绝望 以至于我们将盼望 放在日光之上 放在永恒上帝的身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教导我们 怎么生活 透过传道书 我们对这个世界 不会存有过度的幻想 跟错误的盼望 主求你是恩怜明 你将我们再一次 拉回到你的面前 知道 如果没有从你而来的眼光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什么对我们最好 我们拼命的抓取 我们努力的 要赚取各样的 我们自以为的好处 我们不知道 这些可能害了我们 这些可能使我们的生命 越发的空虚悲哀 主啊 祢给我们智慧 好叫我们为了祢拥有 为了祢给予 好叫我们真的 有从祢而来的眼光 度在世寄居的日子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